《闯关东》已播出14年 剧中主演只有靖东越老越帅 第一位 李佑斌 朱开山是李佑斌塑造的右翼经典角色 再次加深了观众对他的印象 不过如今上了年龄的李佑斌很少接戏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家庭当中 第二位 宋佳 剧中的仙儿是个悲剧人物 命运多舛的他深受观众心疼 而表演者宋佳也因这个角色大火 只可惜年过40的他至今单身 第三位 黄小蕾 黄小蕾是御书的扮演者 虽然在这部剧之后 他也参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 但反响却没有特别好 所以他渐渐地就过气了 第四位 刘向金 刘向金江珠传闻这个角色 拿捏得非常到位 因此让他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这之后刘向金揭拍了很多作品 而且作品的评价还都挺高 他也算是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第五位 沙日娜 沙日娜通过这部剧 奠定了自己母亲专业护的地位 近年来他饰演的母亲形象 都深受观众的喜爱 如今他的国民度也是相当不错 第六位 朱亚文 朱亚文将极具个性的朱传舞 塑造得非常到位 尤其是那股敢做敢当的精神 赢得了无数的好感 而他在这部剧后如愿大火 被网友称为行走的荷尔蒙 第七位 静东 静东饰演的龟田一郎戏份叫赏 算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多年后剧中最火的反倒是他 如今他饰演的大多角色 都处处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第八位 牛力 矫情作作是观众对剧中牛力 最深刻的印象 在这部剧后 他虽然大火了一段时间 但随着娱乐圈的更新迭代 年过50的他渐渐被无情淘汰 当年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个角色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